哈利都要逢之主,善民。我们开始聚会,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晚正道的主题是,不要让神心碎。 我们都听过一些故事,我们都喜欢听故事,我们也更喜欢听爱情的故事。 有请你看好莱坞的电影 基本上每一部电影都会描述爱 特别是小说或是戏剧 因为爱是从上头来的最好的最美的礼物 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爱情故事的时候 我们都会流泪 因为很感人 有些爱情故事会让你很伤心 因为这一对情侣他们要经历很多的困难 那很经常发生的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很多人心碎 所以爱不简单 但人都还是喜欢听爱情故事 但在人类历史上最美的爱情故事是什么呢 你可能不会去发现 但是其实人与神之间的爱情故事才是最浪漫最美的 因为是真实的 也是最伟大的 在圣经里面经常会将神与人描述成先生与丈夫与妻子 但就算是我们都知道 但就算是王子与公主他们结婚 也一直长久这样子 永远在一起 但也不是说经常都是快乐的 因为每一段婚礼都有他的上下祈福 神与人之间这个属灵婚姻的关系也有大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最近在读荷西亚书的时候 我们要去明白这是爱情的故事 但却是让人心碎的故事 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 它是不断的爱却是心碎的 却是心碎的心 那谁的心碎了呢 神的心碎了 但是他对他的百姓 他的子民的爱却是不断的 我们来翻开荷西亚书 在但一里书之后 一章第一节 荷西亚书一章一节 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 雅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 约哈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 神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荷西亚 我们首先来探讨这本书的背景 从荷西亚书开始 一直到圣经最后一卷 马拉基书 总共有十二卷 这十二卷书 它统称叫小先之书 我们称它为小先之书 不是代表说它比其他的还更不重要 而是这十二卷书的长度 它相比以赛亚书 耶利米书 以西西书相对较短 那是 所以我们将它是小先之书 它的长度没有很长 但它里面的讯息却是相同重要的 因为在这十二卷书里面都是在讲 神的愤怒 神的审判 因为百姓犯罪 但同时 这十二卷书也都探讨 讲到了神的怜悯与希望 我们知道先之是神的工人 是来传达神的讯息 很多时候神会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 让先之来传递他的讯息 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书的时候 神他就让以西结躺在地上躺一脸 然后这些很奇怪的事情 来传达他的讯息 但有时候神他反而也会用更极端的方式 让先之来传递他的讯息 这一次神他就要用一个先知的婚姻 来去显明他的信息 它是很戏剧性的 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 他讲了历史的背景 这个时候是两国分裂 我们知道大卫创立了以色列国 所罗门继承了他的王位 当时国家是统一的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但在最后 所罗门他去拜偶像 所以神他不再与这个国家同在 所以在所罗门他去世之后 这个国度就一分为二 成为南北朝 所以在我们读的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读到 有些王他们是在北边 有些王是在南边 所以就算这本书 这个书卷 它是针对北朝 北国的 但是其实南朝的也是要听 那当时这个北朝是发生什么呢 当时在以色列国北朝 做王的是耶罗伯安二世 他是很有大能的国王 在政治上他很有智慧 在军事上他也是有大能的 当时还与亚述人争战 来去收复以色列的边界 所以在属世的角度上 他很成功 但在属灵上他却是个失败者 因为他将百姓带偏去 跪拜偶像得罪神 所以很多时候 人看人的角度 跟神看人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是亿万富翁 总统 王权贵族 但是你在这个世上很成功 但当神在看你的时候 看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祂说你是失败的 因为你不认识神 你不遵行祂的旨意 在耶路坡做以色列王的时候 整个国家都在拜偶像 他们已经离弃了那 爱他们 保护他们的神 所以就像一个妻子 她得到了丈夫的一切 但最后她却跟别的男人跑了 所以没有人可以去明白神的心 但其实在圣经里面 就有这样 神已经告诉我们 描述说神 祂是有感情的 神祂不是一个机器 祂不是一颗石头 没有任何的感知 神祂是有感情 就像神祂创造了我们 我们有感情 所以神祂也有 所以我们今天去敬拜祂 我们爱祂 祂会很快乐 那同样的 当我们离开祂 离弃祂的时候 祂也会感觉到疼痛 但人不知道 所以神告诉荷西亚 你要去告诉百姓 用你自己的婚姻 来去诉说一个故事 你去嫁娶了一个不信实的人 淫妇 这个淫妇就会背叛你 她会离开你 你会多么的疼痛 但在很多事情发生之后 你会将她带回 因为她回来祈求你 那从那样子的婚姻 你就会去明白神祂是如何感觉的 神的心碎了 但祂的爱永远不断 那再过来我们要讲这一卷书的根基 的基础 那就是前面的三章 那首先我们来看 荷西亚书第一章第二节 荷西亚书第一章第二节 神初次与荷西亚说话 对他说 你去娶淫妇为妻 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这地大行淫乱 离弃神 第三节 于是荷西亚去娶了 地拉因的女儿戈蜜 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那在神他初次与荷西亚说话 就给他一个很难去完成的任务 神让他去做什么呢 神说 你去娶淫妇 那我们知道作为男人 我们今天成长到一定的年纪 就想要有婚姻 那我们都想要去娶一个最美 而且是信实的人 那如果是美貌跟忠贞来选的话 我想大多数的男人都会选忠贞 但因为如果你娶了一个美貌的妇人 但是他对你不忠诚 那在你们结婚之后 他马上又去找另外一个男人 你的心就会碎 那所以作为男人 我们会爱忠诚的女人 那我相信荷西亚也是有一样子的 但是在神初次与他说话 然后要让他做事的时候 那可能在当时他会想说 神他如果说话我就会有名 然后我会做一个好的先知 但神告诉他什么呢 神对他说 去娶淫妇为妻 然后也去收纳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如果我们是 我相信如果我们是荷西亚的话 我们一定有很多问号 然后我会说 神啊 我想你犯了一个错误 那你怎么可以让我去娶一个肮脏 没有任何价值的女人呢 我没有办法去遵行 我也没有办法 我真的不在乎你告诉你 你对我说什么 我不愿意 但荷西亚他顺服神 因为他知道神对这一切的事情 有他的计划 所以荷西亚他就遵行了神的使命去娶了歌蜜 那之后歌蜜这妇人她有三个孩子 那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说 歌蜜在生完三个孩子之后 就离开了荷西啊 那不只是跟别的男人跑 那不只是一个 我们翻到第二章 第四第五节 第二章第四第五节 第四节 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 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第五节 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 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 因为他说 我要随从所爱的 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 都是他们给的 那在荷西亚书第二章里面 这个歌蜜 英妇 她就离开了荷西亚 那不只是她离开了 她还说了很伤人的话 她对荷西亚说 你知道吗 我所有这拥有的一切 都不是你给的 是其他男人给的 那当然这不是真的 因为歌蜜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荷西亚 从荷西亚来的 但她不在乎 她将所有的功劳 都给其他的男人 她就爱上其他男人 然后与他们心仪 这就让荷西亚心碎 那神为什么 同意让这个发生呢 因为神祂要告诉百姓 当你离弃我 当你去敬拜 跪其他神 当你去拜偶像 让这些偶像 取代我在你的心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让我心碎 这就是神 祂要告诉以色列百姓 那所以为什么 神的心碎了 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明白 神的心 可以被我们破碎 我们不要去觉得说 神的心是石头 是不会破碎 神的心是可以被破碎 他会很伤心 他也会疼痛 神的心为何破碎 因为神和以色列人 他的百姓的婚姻 出了问题 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事情 可以让丈夫或妻子 绝望 或者你可以是失业 或者是你的事业上 有失败 或者是你健康出了问题 但这不是最差的 最差的是你的婚姻出了问题 而你所爱的那个人 他避弃了你 离开了你 这才是你为什么会看到说 当一个人 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 他们的另外一半 对他们不忠诚 他们在最开始 会很心碎 就像神的心也破碎 因为百姓行属淫的淫乱 那弟兄姐妹 这对我们代表什么 我们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是否有行了属灵的淫乱 我们翻到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 雅各书四章四节 雅各书四章四节 第四节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淫乱人哪 岂不知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 在这里雅各长老 他提醒警告了当时的信徒 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为什么他当时会称教会的信徒淫乱的人呢 当然我想大多数的信徒 都会明白不可兼淫 不会去行淫乱 因为如果你心乱 你犯奸淫乱 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国 我们都知道 但是雅各长老他在这里说了一个痛点 很多的信徒 他们在生活上 他们没有 行淫乱 他们没有得罪神 但是他们却在属灵 行了淫乱 那你知道在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婚姻代表什么 那就是在你们结婚之后 你们心里所想 所爱只能有一个人 就是他 不能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取代你的另外一半在你心里的位置 不论发生什么 不论发生什么 就算他变丑变胖 你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 在属灵上 我们也不可以去任何其他的事物 任何其他的东西取代神 但当时雅各长老却对这些信徒说 你们已经让世俗取代了神 如果你与世俗为友 你已经离弃了你属灵上的丈夫 因为你全心在追求这个世界 你没有去追求神 你可以去想我们有24小时 每天可能有12到16个小时是醒的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上 在家里 那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家庭跟工作就相而易了 但你多长会去思想神呢 你有多长会去思念神 你有多长会去想要与神亲近 你就想我们今天结婚 我有妻子 但如果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想其他女人 就是说我没有去跟她上床 但是每一分每一秒我就在想别的异性 我比我在乎她更多 她已经冲占了我的内心 就算我们还没有发生关系 但是在属灵上我已经行了淫乱 那同样的若你这么的爱这个世界 那所有的成就 游戏 然后所有的一切 已经在你内心取代了神 那我们更说到若你的孩子 若任何人任何事物取代了神 那你已经慢慢地在心灵乱 那所以在我们在读和西阿勒的时候 为什么百姓他逐渐地去让神心碎呢 我们要去了解 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让神心碎 因为我们知道婚姻的问题 不是一夕之间就发生的 那都是慢慢地累积 那在属灵的婚姻 百姓已经有了问题 那第一点 那第一点 让神开始心碎 就是百姓他忘记了神 我们知道行动行为 是从心而出的 如果一个人变心了 他之后 他一定会离开 所以我们才说 我们的心很重要 你就会看婚姻 很多人结婚的时候 都会对着说 在那个当下 都会说 我会一生一世爱你 但很多的婚姻在几年之后 就离开了 就散了 因为可能其中一个人 如果是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忘记了 为什么会爱上对方 他们已经忘记了彼此的恩惠 那就像以色列的百姓 神的百姓一样 他们也忘记了神 我们翻到荷西亚书二章五节 荷西亚书二章五节 第五节 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 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 因为他说 我要随从所爱的 我的饼水 羊毛 麻 油 酒 都是他们给的 我们来看这个淫妇 戈灭他所说的 他说 我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其他男人给的 不是从你来的 他已经忘记了 他丈夫所给他的一切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是否记得 为什么 今天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恩典呢 不是你很聪明 不是因为你工作努力 也不是说你应得的 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神的怜悯与他恩典 我们翻到荷西亚书十三章六节 荷西亚书十三章六节 第六节 这些名照我所赐的食物 得了饱足 记得饱足 心就高傲 忘记了我 在十三章第六节这里说了 这些名 他们得了饱足 心就高傲 忘记了神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可能会 怎么样子的 开始忘记神呢 或让神心碎呢 我们要持续告诉自己 不要忘记神 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在贫穷困苦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在受苦的时候 他们就会记得神 不会忘记神 因为每天都在求神帮助 所以人什么时候开始会忘记神 就当他们得到了他们所求的一切 他们就会开始将他们对神的这个专注 完全地转移到神所赐给他们的东西 可能是你的事业 你求神给你一个事业 那你却爱你的事业更多于神 那或是你原本没有孩子 但你求神赐给你孩子 但最后你爱你孩子更多 你已经忘记是谁给你的这一切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完全忘记了是谁给他们 赐给他们这一切的东西 所以我们堕落的开始 就是忘记神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来 神给的 不只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婚姻更是如此 我们要将专注放在彼此身上 我们不要去抱怨 我们的另外一半所不能提供给的东西 若我们一直在抱怨 若你一直专注于去看见别人 我们另外一半所缺乏的 你的婚姻就不会进步 那可能在你的婚姻也会有裂痕 因为没有人喜欢被 一直被抱怨 或者是被拿去比较 那相反的 若你们可以在一个婚姻生活里面 可以去彼此的感谢 那对 我们的另外一半可能不是完美的 那当然他可能还是有坏习惯 然后或是还没有达到你的标准 但每一次当你说谢谢 我知道你一直尝试着去改变 我知道你有进步 我真的很感谢神 祂赐给我 那如果你越常说这些 你的婚姻就会越好 那就像说今天你的妻子为你煮了一顿饭 你要去感谢她 而不是说这是你应该做的 或是你的丈夫去除草 你不要觉得说是他应该做的 那他可能你是丈夫 他不会像其他男人很幽默很英俊 但他是负责任 然后他为你煮饭 你为你做事情 你就会很感要很感谢他 有感恩的心是会帮助这个婚姻 但是当你开始忘记对方的恩典 你的婚姻就会开始产生问题 第二点 为什么百姓他让神的心破碎呢 因为他们被第三者 当时就是偶像所诱惑的 这个就是我们称为的外遇 然后在中文里面就有小三 在很多偶像剧里或戏剧里 我们就看到说原本一个很正常 很普通的一个婚姻 当第三者小三 无理经他们介入的时候 整个婚姻就破碎了 当你的婚姻很强壮 就算有诱惑 就算有试探 但还是一样 不会偏离 不会这么的容易 就被侵略 但是当你的婚姻原本就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当有第三者介入 不论是男女 很快就会破碎 所以我们要去 很小心地去注意到 在我们周遭是否有这样子的试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一些婚姻的问题 试探什么时候会在我们婚姻上产生呢 继续想一个正常的婚姻 丈夫与妻子 而这个丈夫生病 他失业 他也没有自信 他也有很多的债务 他已经破产了 没有钱 那你觉得会有哪些女孩子会去跟她说 我做你女朋友 这很难 因为在世界上女孩 他们就会找有财富有能力 稳定的男人 但是这个试探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其实这个试探就是当你在成功 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 他才会来 那以色列百姓当时就有同样的问题 我们翻到第四章十一节 和夏书四章十一节 四章十一节 十一节 坚淫喝酒并清酒夺去人的心 十二节 我的名求问木偶 以为木葬能指示他们 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 他们就行淫离弃神 不守约束 这里说 坚淫和新酒 新酒已经夺去了人的心 你可以想象当这个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 在受苦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他们怎么有办法去想这些事情 但他们进入迦南地 他们拥有了一切 那他们就保暖私盈欲 这就是在中国很著名的一句话 当你保暖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想有的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在属灵上 我们也不要被世俗所诱惑 我们什么时候会被世俗诱惑呢 当我们的事业开始发展平顺 当我们银行里的存款开始越来越多 当你在社会上有更高的身份地位 那这个世界对你在你眼中就越来越有吸引力 突然你就会发现 你慢慢有更少时间可以来教会 就算你坐在教会 你还在想你自己的公司 就算你坐在这儿 你还在想你的客户 日日夜夜你在为世俗的事情烦恼 这就很危险 因为恶者他想要拿走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翻到真言23章26节 真言23章26节 真言23章26节 26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夜幕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我们请大家把这个经节标注起来 这就是神祂要祂的儿女所做的 这是属灵的丈夫 她要属灵的妻子所做的 神祂要什么 祂要你的心 要将你的心归我 不是说你的生活平顺 所以说你的心就已经被这一切 就世俗的一切都诱惑了 所以每一天我们祷告 求神要求主啊 求祢防卫我的心 求祢保守我的心 让我的心不会被世界所诱惑 所以想说当股市在波动的时候 每个人都想要开始买买买 然后想要赚钱 那就要求神 求祢保守我的心 让我不要贪婪 让我能够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所以我每一次向神祷告 就说神我将我的心归你 而不是归世界 不论我多么繁忙 不论我富有或是贫穷 神你有我全心 有百分之百的心 而不是一部分的 我觉得这个很不简单 但我们要这样子的祷告 因为今天撒旦 他非常的用力 要去拿走我 占有我们的心 那从这个电视节目 他要得到你的心 从这个电玩游戏 他要得到你的心 他从这个股市 钱财 事业 他要得到你的心 我们要将我自己的心归神 再过来我们来探讨 属世的婚姻 我们要如何去保守自己的婚姻 要去保守自己的心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 或者是会有漂亮的女孩 英俊的男孩 出现在我们眼前 可能是你的同事 朋友 或者是教会的同工 他们可能对你会有吸引力 或者是他们觉得你很信任 但在那一个你觉得 他们很吸引你的当向 就有这一丝的想法 你就要祷告 要向神悔改 要跟神说 神不要让这个发生 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我不要得罪你 求你让我将我的心 只归你 与只归我的另一半 我的心不能再偏向其他人 因为这是不蒙尼悦纳的 这也会摧毁我的家庭 所以神求你保守我 每天我们都要祷告 你不能去控制 谁出现在你眼前 但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心 不论发生什么 但对于男人 圣经更给多了一条指令 你要如何去保守自己的心 你要去保守自己的眼目 我们再来读二十六节 真言 真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 要喜悦我的道路 你要如何保守自己的眼目 你的眼目 要喜悦神的道路 因为若你的眼目就飘来飘去 然后看这个女生 飘不飘亮 或是看这些 不好的影片 那你的心有一天也会离开 对于女儿妇女来说 她们的软弱 弱点不是在眼目 我们待会去探讨 我们待会去探讨 对于男人 我们所有的弱点就是眼睛 除非我们可以战胜 那我们就不能做属灵的人 除非我们可以战胜她 我们就不会有好的婚姻 那你可以想象 每一天 看其他女人就起迎面 吃冰淇淋这样 那就好像你的眼睛 在吃冰淇淋在流 或是你偷偷地去看色情影片 那你觉得说 你的心会归于你的妻子吗 那当然不会 你的心已经 去给了其他女人 那在你看回你自己的妻子 你会觉得说 她好无聊 因为在你的心 你已经与其他女人上床了 那很多人会说 看没有什么问题 我又不会做 那只是一个娱乐 那只是在帮助别人 还在帮助别人 那其实这就是 撒旦的诡计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五章 五章二十七节 五章二十七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兼淫 二十八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兼淫了 我们就来看主耶稣是怎么说 在旧约说 人不可犯兼淫 但主耶稣在这里 他有一个更清楚的指示 主耶稣说 若你看见妇女 起淫念 就像你偷偷地在家里 看色情影片 或者用你的手机 或者是看一些图片 你觉得是 无伤大雅的 可他不是色情影片 只是一些女孩穿比基尼 但你的心已经动一念 那主耶稣说 那你心里已经与她犯兼淫了 那所以作为男人 不论你今天结婚 没结婚 年轻 或是老人 我们要小心 不要被诱惑 不要被外在世俗所诱惑 那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百姓他们让神的心破碎 但他们不知道 但神祂很爱他们 要他们回归 荷西阿书整卷书就是在述说 神祂如何地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归 因为在荷西阿书第三章就说到了 神祂对荷西阿书 当戈灭回来的时候 要回来的时候 你要接纳他 这是预表 就算以色列百姓犯罪得罪神 他们会受苦 但当他们回归 神会接纳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让神心碎 我们翻到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四章 三十节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 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祂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这里说不要让圣灵担忧 我们要知道圣灵是有感情的 若你忘记了祂 若你变心 若你被世界所诱惑 圣灵会受伤 所以我们不要再做这样子的事情 一起唱赞美诗三百八十八首 好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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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来